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所有的家用电器中 它的重要程度名列前茅 在风水中 冰箱还是一家的财库 掌管着一家的财运与健康 所以它的摆放和使用是很有讲究的 若不注意 随意摆放或者乱使用 很容易会导致破财频发 健康有损 接下来小酱汁给大家具体讲解一下 关于冰箱的摆放和使用风水 1.冰箱摆放风水 1.不宜放在胸位 冰箱的制冷系统和电器系统 每天都在不间短的工作 是动态的 而胸位移进不移动 比如2021年的五皇胸位在东南方 如果把冰箱放在东南位 那就会惊动胸心 扰乱磁场 让胸气更凶 从而使得家中灾祸平生 2.不宜放在客厅 有些家庭会把冰箱放在客厅里 可这是错误的做法 我们知道冰箱是财库 而客厅是属于家中的会客场所 把冰箱放在客厅里 财库就会歪漏 导致财运不顺 另外冰箱在工作时 还会产生很强的辐射和噪音 而人经常在客厅里休息娱乐 不利于身体健康 而且如果客厅和厨房置离远的话 每次做饭时 从冰箱里取菜就很麻烦 3.不宜对着神像 如果家中设置了神台 供奉着神佛的话 最好不要将冰箱放在神像附近 或者对面 冰箱工作时产生的热量 辐射 噪音 动气 都是对神明的不敬 既然供养了神明 那你肯定是想求得神明的庇佑的 若是将冰箱放在神像附近 可能就会起到反效果 影响家人的事业 孩子的学业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 最好将冰箱移开 4.不宜正对鱼缸 鱼缸中有水 它的五行也属水 因此冰箱不宜对着鱼缸 这是因为冰箱属于电气 它具有能源性 照明性 有光又有电 而光电带有火属性 五行是属火的 那么正对鱼缸 就会引发水火对冲 而且冰箱的五行 实际上并非只有一种 它还是属水的 因为冰箱可以制冷 里面有很多的冰和水 如果将它放在鱼缸对面 或者附近 就会加入水气 水虽为财 可水气过多 就会引发破财厄运 五 不宜对着厕所 冰箱摆放 不能对着厕所 一是因为厕所是污秽之地 而冰箱里放着一家的食物 都是要进入口中的 冰箱离厕所太近 就会使得晦气 飘入冰箱内 让食物沾上脏气 非常影响身体健康 家人容易患肠胃病 二是因为冰箱 是我们的彩库 是基材的地方 它若是与厕所正对 那么厕所所产生的煞气 会直冲冰箱 将冰箱中的财气都冲散 不利于聚财 六 冰箱系对向炉灶摆放 冰箱是用来冷藏食物的工具 需要冷气来实现它的作用 因此在五行上属水 而炉灶五行属火 水火相冲 为不及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 冰箱的门也不可与其他地方的门相对 因为门有一口 门对门 主口舌 不但会给主人带来口舌官非 还会导致夫妻感情失和 其冰箱是以摆放在餐厅 最适合摆放冰箱的位置 即使是餐厅 一般餐厅都是在厨房的旁边 餐厅的通风性也会更好 利于冰箱的散热 对冰箱来说更便利也更安全 但是袋子装冰箱 放在餐厅的时候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不要使用嵌入式放进冰箱 这样同样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 导致使用寿命也受到影响 所以说冰箱最适合放在餐厅 但是也要注意放在冰箱的方式 二冰箱上不宜放四五 一冰箱上不宜有防尘布 虽然覆盖着防尘布 不能经常清洁冰箱 但经过一段时间也要清洁防尘布 其实它不节省多少 而且这对冰箱没有好处 冰箱需要加热 防尘布阻挡了冰箱的散热功能 使冰箱的温度不断上升 不利于冰箱的长久使用 在风水上 冰箱上有一块防尘布 就像古代娶媳妇时用的盖子一样 会对夫妻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容易出现第三者 必须提高警惕 这对你的婚姻十分不利 二 不应将绿色植物放在冰箱上 很多人喜欢把一些绿色植物放在冰箱上 这样可以起到装饰作用 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绿色种植本身在风水上是生命力的象征 把它放在家里是好的 把绿色植物放在冰箱上 会加速绿色植物的枯萎 从而破坏家庭的整体财富 所以最好不要把它放在冰箱上 三 冰箱上不宜摆放其他电器 有的朋友把微波炉 烤箱 榨汁机 豆浆机等小电器放在了冰箱上 从风水的角度来讲 各种电器发射出的电磁等气流 会搅动周围的气场 对主人的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四 冰箱上不宜有杂物 在有些家庭储物空间太小 会在冰箱表面放很多的杂物 但切记 不要在冰箱上放杂物 冰箱上放太多杂物 会影响到冰箱的质量功能 从而加速冰箱的老化 冰箱是从风水在风水上 代表着家中的财库 放太多杂物不利于取钱 所以最好把冰箱的顶部打扫干净 不要随意放杂物 三 冰箱里最不该放的九种食物 虽然说冰箱与家人的饮食息息相关 冰箱中的食物充足 有意识无忧的寓意 而空空的冰箱则有经济状况不佳的不良诱导 所以一定要经常保持冰箱的冲突状态 但并不是所有食物都适合放在冰箱内 尤其是以下九种食物 放得越多越久 越会影响家人健康 一 淀粉类的食物 馒头 花卷 面包等淀粉类食物 不能放进冰箱中 会加快其变干变硬的速度 如果短时间吃不了的话 可以将其密封好 放进冷冻室中冷冻 另外 面包和饼干也不宜放在一起存放 这样一来 面包中的水分会转移到饼干中 使饼干变软 面包反而变硬 对两者都不利 二 巧克力 储存巧克力的最佳温度是5度到18度 放进冰箱的巧克力再拿出来后 表面容易出现白霜 不但失去原来的纯香口感 还会利于细菌的繁殖 可先用塑料袋密封 再置于冰箱冷藏式储存 取出时别力气打开 让它慢慢回温至室温再使用 三 鱼类 冰箱中的鱼不宜存放太久 家用电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为零下15度 最佳冰箱也只能达到零下20度 而水产品尤其是鱼类 在储存温度未达到零下30度时 鱼体组织就会发生脱水或者其他变化 如基于长时间冷藏 就容易出现鱼体酸败 肉质发生变化 不可食用 四 药材 药材不宜放在冰箱内 药材放入冰箱内和其他食物混放时间异常 不但各种细菌容易侵入到药材内 而且容易受潮 破坏了药材的药性 所以对一些贵重的药材 如人参 鹿绒 天麻 党参等等 容若长期保存 可以放在一个干净的玻璃瓶内 然后投入适量用文火炒制暗黄的糯米 待晾凉后放入 将瓶盖封盐 各置在阴凉通风处 五 西红柿 西红柿经低温冷冻后 肉质成水泡壮 显得软烂 或者出现散烈现象 表面有黑斑 煮不熟 五鲜味 严重则腐烂 六 青瓜 青椒 黄瓜青椒在冰箱中酒存 会出现变黑 变软变味 黄瓜还会长毛发黏 因为冰箱的存放温度 一般为四度到六度 而黄瓜储存是以温度为十度到十二度 青椒为七度到八度 因此不宜久存 七 绿叶菜 绿叶菜放在冰箱里 不仅叶片会更害腐败 还可能由于酶和细菌的作用 生成有毒的亚酵酸盐 八 香蕉 若把香蕉放在十二度以下的地方储存 会使香蕉发黑腐烂 九 草莓 草莓储存在冰箱里 不仅果肉发泡 口感大大折扣 还容易没变 小江之最后想说的是 冰箱家家有 网衰各不同 对于命理忌惠精的朋友来说 冰箱不能太大 也不能放在不适合自己命理的位置 更不能不管不顾随便挑一个冰箱的颜色 当然 对于命理洗精的朋友来说 可以适当地在自己家中办公室等摆放一个大冰箱 或者可以多买一个冰箱 加强对其命理的帮扶作用 而且也要谨慎地将冰箱摆放在卧室 否则 由于冰箱会损耗人的五行中的某行 对自己的感情婚姻气场减弱 破坏桃花之韵 记住 风水就在我们身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匠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匠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